进展的 一边看一边听会就等着 那个房间我去过 我们是带着他强行回忆 这两个项目如果你要在那 你会愿意参加哪一个 我更愿意参加小李那个 工商赔偿 对 工商赔偿那个 就是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嘛 经受过这种工商的事情比较多 然后他们也会经常会问我这些问题 我能够感同身受 所以我愿意就是说去帮助他们 在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 敬业和邱一其实找到一些进展 进展不小 不小的贡献对不对 邱一的贡献是什么 查到了那个社保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仅仅停留在 是字面上的查找 他是打电话专门去 他说我再确认一下 一确认果然发现政策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两个在之前 是惠好了一个工房的一个策略 能够在对方之前 那么坚决的情况下 最后居然给拉回来了 愿意互相配合 这个确实很不容易 我觉得刚才那个片段 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 最暖心很温暖的一个感觉 不管是这种组内的互助 还是两组互助 我就感觉看得很开心 他们已经有了团队的精神 不再像是刚开始实习的时候 还是互相是带着竞争的这种 现在尽管有竞争 但是竞争已经会放在了 他们相互之间融合的那个 而且敬业他好可爱 他说有一点点幸福 就第一次L星先生 意云言表的感谢 甚至还有反过来说 不好意思 我一直忘了问你贵姓 然后说一声谢谢你啊 李律师 这可能是他出示职场滋味的时候 第一次被认可 他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刚刚被肯定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然后很多人给我发私信 然后他们就是看到我的一些努力和上进 然后他们就是会真的讲了很多话 就是有的人甚至发两三千字的小作文来鼓励我 然后肯定我 其实我内心真的还是非常的感动 也是就感谢他们 对 大家对你的喜欢或者对你的信任 我觉得是一种力量 但是不要成为压力 之前有一次比赛 然后就是那场比赛我讲得特别不好 我有秀的时候 对 那场比赛我极其沮丧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差 然后就何老师在朋友圈夸我 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何老师 就是通过别人把截图发给我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就被鼓舞到了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不满意的 何老师是不是在想 忘了 哪个朋友 忘了 不是忘了 你忘了你上回发给我那个 我就转给他了 以后喜欢谁就在朋友圈多发 然后后面还起了 欢迎截图给当事人 我说人家截图全知道 我有次还在朋友圈发过截图 说我喜欢赛老师 后来 没人转 你那专顺林姐姐把我的截图 发给了赛老师 是吗 我刚想说 待会儿如果何老师问我 第一次说的 你一个是什么感受 我就说这故事 就这感受 这什么感受 对我来说 力量最大的一次心动时刻 就是我是在 在一个节目 某面唱将里面唱歌 然后大老师都一直在 大张维老师 大家可能就会 快想啊 周深唱得好好听之类的 轻描断写过去 但大老师就 听我唱完 他就要说了 然后我接完面 他就很激动 他说 天呐 周深啊 你怎么还没有红啊 那一下你特别 不是幽默的 嗯 就那一下你会发现 他是稀采 他是可惜 就是那一句话 我就当时 我就当时一直忍着泪 因为在之前唱歌的时候 我就在面具里面哭 因为 那首刚好那首歌也很感动 然后又加上所有 又热又闷又痛 你觉得 还有没有人想听我唱歌 抱着这样的感觉 唱我那首歌 最后刚好那个时机 大老师来了一句 你就发现 啊原来 我就只是在做我的事情 有人是看见了的 而且有人觉得你值得更多 对有人愿意跟你去惋惜 你那一下你就啊 那一下你的力量 你就 掌声有请 大展伟 他还从起小楼梯来下来 我跟你讲 希望我们每一个的职场新人 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敬业啊 深深一样 高光时刻 根本停不下来 就像吃了旋脉一样 旋脉 旋脉 老师我也想吃旋脉 好 来 给你准备的旋脉无糖口香糖 送给我们深深 深深我也想要一个旋脉无糖口香糖 好 好 给你 哇哦 好 朋友们 接下来看完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预测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两队的实习生汇报